這兩天已經開始有些抽高氣爽的感覺 今早來講,從維港看出的雲量還是比較多 如果看溫度方面,大部份地區只有21至22度左右 感覺早上都挺舒服的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,可以看到 沿岸地區基本上受到一股乾燥的冬孤季效風所影響 不過在珠江口附近,昨晚有一些低雲 我們預料日間的雲層會轉薄,陽光也不錯 接著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會漸轉天晴,日間會天氣乾燥 最高氣溫大概是29度 風格方面會吹和緩的東北風,離洋的風勢會間中清靜 今個星期的天氣基本上都是秋高氣爽的情況 會大致天晴和乾燥 大家要留意一早一晚,內陸地區溫差會比較大 兼且天氣也比較涼 大家要注意身體,不要凍涼